CD 因為齁這個 為了趴之後的VOD 在 存檔的部分齁這個音效 被卡掉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沒有放外部的音源 那我們就準備要開始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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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各位喜歡棒球熱愛電競 沒有棒球你就吃不下飯吃不著叫 但是你看到老闆開台你就想 跑去吃飯想忙睡覺 各位球迷觀眾朋友們大家晚安 大家好今天是4月22號 禮拜三的晚上 那歡迎各位呢收看由老闆 棒賽轉播台 為各位帶來的是球迷打棒球 第二屆單年度冠軍爭霸賽 的兩場賽事齁 那今天呢哇 出賽的選手不得了了齁 那我們先呢就 賽程表的部分呢來了解一下齁 這個第二屆的賽事齁 到底進行到什麼樣的一個田地 好不好 好昨天的話呢我們進行的是 L組跟K組的賽事 那分別就是由 Tri-Steel以及 JKV的深藍丸 挺進到了16強 那今天的部分呢會為各位帶來的 M組 也就是AC小LINE這個帳號齁 然後呢他要對到的是ESP的團長青龍 那另外11點賽事呢 就是由EMP的小婷 喔這位選手可以說是 呃不能說非常大戶 但是呢他真的是蠻大戶的喔所以呢 他很喜歡這款遊戲 在他的帳號裡面投資非常多的金錢與時間啦 那但是他第一場的抽籤 喔這個抽到的呢非常 這個硬的對手 也就是我們的 G6部大賽的 MVP EMPD小半島 喔那呢他是用E 德州遊具兵隊 要 對上的是小婷的96 洛杉磯隊 喔所以呢這次等一下在11點的部分 會為各位帶來的賽事齁 好 那我們先回到呢 等一下進行的這一場 M組的賽事 就是由AC的小 小LINE 然後呢他選用的單年度是 14年的 21U中華國家代表隊 那ESPN的青龍 他選用的單年度是11年的 統一師隊 好所以呢我們就 把畫面呢 拉進到我們的遊戲視窗裡面來 好進到遊戲視窗之後呢 我們先呢 看一下這個 雙方所選用的 單年度的一個 遊戲的卡片的狀況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呢 在11年的部分的 統一師隊 好這個呢就是11年 統一師的一個 卡片證人齁 當年的11年統一師齁 是 有 先發投手羅伯特 哇這個 如果沒有很熱愛統一師的 球迷 這個奇怪 投手其實有一點點陌生 羅伯特 好所以呢當初只有他做紅 紅卡 那那時候小破 林月平 已經潘武雄 高健三 高國慶 在11年的時候 表現非常的好 然後搭配的呢 像是有 林志祥 王敬明 張泰山 陳庸基 黃卡等級 當然還有像郭戴琪這些 都是呢 統一 冠軍 元老成員 都是這幾個啦 好 所以呢這是11年的一個遊戲卡片設定呢 在遊戲裡面呢 11年是沒有紙卡的齁 那在 加成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速度加10 齁所以呢搭配青龍的打法齁 所以呢我在想齁 這場小賴齁 這場比賽真的是不好對付齁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青龍選手齁 他的個人的資料 好這位選手呢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他非常非常的帥氣 是的各位 人長得帥 球又打得好 長得又高 怎麼辦啊 真是人生勝利組啊 這一位 就是EM 不是EMP 是ESPN的團長齁 青龍 那同時呢也是 甲組聯賽的 前三名的 隊伍的成員之一啦 然後呢他在打 全民打棒球齁 獲得了不少的電競的裝備 跟 這個 獎金齁 所以呢這一次 他依然 報名呢是 是 單年度的 冠軍爭霸賽齁 那看能不能夠 再打到一個 好成績 好那 我們先來呢介紹呢 這位 選手 好青龍選手呢他是 1991年 10月9號出生的 那他是高雄的 這個 住在高雄齁 所以呢是 南部的 南部的朋友 那玩全民打棒球 其實他才玩五年齁 那最喜歡的球員 是張泰山 那一句話呢 形容PBO 就是呢 必須要花很多錢的 錢坑啦 好所以呢 在隸屬於 ESPN的 南部的一個 俱樂部的大團齁 那為什麼會選用呢 這個單年度組合隊來參賽 因為之前 他就有組過齁 所以呢 他有 就一一統一絲 去 打過很多 大小戰役啦 好 BBO特殊戰績 他只有寫 參加過實體賽 哎唷 非常謙虛呀 但是各位 你沒打過 你一定不知道 他曾經是 甲族聯賽的 這個 上電視過就對了啦 好來 請形容自己的單年度組合隊的特色 就是後緣每個天氣都有一張 所以也就是說呢 如果天氣有做變換的話 欸 他其實是沒有在怕的齁 好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 ESPN的 青龍選手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介紹呢 另外一位 他是呢 A7球團 也是一個非常 不錯的 團齁 然後呢 他的遊戲的 帳號是 A7小賴 那他 代表的就是 2014年 去年各位 剛結束 20EU 國家代表隊 那當年呢 這個 20EU啦 雖然說 面臨的等級齁 是有點類似像是 甲族的感覺齁 但是那一年 三 有三個 不只 四個 四個先發投手 包含的是 宋家豪 郭俊玲 陳明軒 在比賽時候呢 都給他做的是 紅卡等級齁 然後搭配的 中繼投手 林紫薇 然後呢 老皮 林一豪 然後 右外野部分有 隊長 王伯龍 然後 遊擊手 陳傑憲 以及 中外野手 曹佑寧 那這個比賽呢 都出了他的 紅卡等級齁 幾乎每一位都是 紅卡啦 然後二雷手 蘇智傑 三雷手 林忠賢 一雷手 以及DH羅國林 所以呢 這個當年的 也不是當年 就去年 然後去年呢 這些球員 在這個賽事 表現得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呢 在遊戲裡面 也做了這個年度的 國家代表隊卡片 也給了很多球員 紅卡等級的一個卡片齁 所以呢 就要看 小賴這邊 他是不是能夠搭配一些 中華隊的 傳說卡 R卡 然後呢 打出一個好成績齁 然後當年的話呢 還有黃卡 有這個兩個中繼 彭世穎 跟劉育炎 還有陳品傑 是一個 哇超強速度的 主愛手齁 搭配了捕手 四個上的 張敏勳 那當然還有搭配了一些 藍卡齁 好 所以這個是 21U 14年 國家代表隊 那我們就看到呢 代表他的選手 是哪一位 好 就是這一位 其實呢 他是A7E的小巢 他之前呢 是 選用的是98年陽際隊 打資格賽 但是呢 PK輸掉了 那他非常的有心 他也呢 都有收看老闆的實況 所以呢 欸 他就提出 他想要 用不同的單元度 然後來 立抗 這個 已經抽籤完的 這個高手 所以 他就用他的 同團的 A7E小賴的帳號 然後呢 想要 用這個 SEU的 國家代表隊 看能不能夠 力往狂來一下 所以呢 這個 就是我們 A7E小巢 那我來介紹一下呢 這位選手 那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其實他 本身就有在打 這個 外面的 遺囑的 社會球隊 那據了解 應該是屬於 宜蘭羅東那一代 欸 我再找一下他的資料 好找到了 好那 小超選手 他是1996年7月26號出生 所在地沒有錯就是宜蘭 他玩全民打棒球 也玩了7年 那 最喜歡的球員就是 Robinson Canot 以及呢 Jocobby Asbury 齁 然後一句話來 形容PPO 欸坑 欸前坑 大前坑 齁 齁 這個 比青龍講的還厲害 齁 還有形容詞 好 所屬的聚樂部是 A7E球團 A7E呢 這個 裡面有一位高手 A7E 歐北帕 齁 就是呢全國單人賽的 冠軍成員 齁 所以A7E裡面其實高手也非常多齁 齁 齁 為什麼會選用這個單年度來參賽呢 因為 成棒睽違多年 打爆韓國 又拿下冠軍 齁 那一年真的是 令人熱血沸騰 那老闆在 那場賽事分享圖片 竟然可以呢 獲得五百多人按讚 非常happy 齁 BBO特殊戰績 欸 這什麼特殊戰績 多次被老闆以及Trysteel 轉播 都拉插 齁 這也算是他的特殊戰績 好 形容自己的單年度的特色 就是紅卡超多 如果是打積分頻道的話 放太多紅卡 可能不太好 但是 拿來打單年度 冠軍爭霸賽 超殺的啦 好 這個是 他的 組合隊的特色齁 好 來 那我們就把呢 這個 遊戲畫面齁 切回來 那兩位選手呢 應該是已經都standby了齁 欸 那我先收下呢 我的 買了一個殘包的禮物 極限突破包 買一包 欸 買兩張 送兩張 嘖 蠻happy的齁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呢 選手應該呢 都就位了 好 兩位選手沒有衝齁 就位了 好 我們看到在左邊呢 就是AC球團的小賴 右邊呢 是ES邊的青龍齁 那雙方都 非常熱愛自己的 這個俱樂部齁 所以前面都 冠了夫姓齁 那照慣例我們還是 這個 問他一下比賽規則的部分 好 那在比賽部分呢 要選用自己組合隊的球衣 所以呢 青龍的部分呢 在這邊的話呢 要請他換上 是一統一絲的 組合隊的球衣 那在 小賴的部分 就是 國家代表隊的 一個 Chinese Taipei 哇 這個 看到這個球衣就很熱情 不知道為什麼 欸 他是不是還在 調他的球衣咧 好 那我們這邊順便把呢 跑馬燈 齁 以及呢 這個 消掉齁 好 好那一樣呢 我們就是猜拳齁 來決定一下 這個先後攻 好那就準備了齁 希望這兩位不會再出現 像昨天 TWICEDIO TWICEDIO跟 他的 老婆 齁 就是呢 連續猜拳 通通都猜一樣 好準備 來 開始 1 2 3 不不 哇靠 不會吧 一拜天地 1 1 2 3 剪刀 石頭 OK 那所以是 欸石頭鷹剪刀 好小賴決定 先後攻 後攻 好球場的部分呢 就是主球場齁 我們在下半部的16強 都是選用 嘉義 嘉義 勢力 體育棒球場 好 那雙方的呢 比賽規則齁 猜拳 我們都 球衣 道具都準備好了 那這場比賽就正式開始了 那比賽球場呢 都是在嘉義勢力棒球場 那一開賽 欸 好 那他們ESC又把它按掉了齁 所以呢 獎是沒有用的 對不對 對 好沒有關係 那這邊呢就是 由小弟我去去各位 各位呢介紹一下他的先發陣容齁 好我們看到在14年 21U 小賴的陣容齁 他 派上來的先發投手 是 SP 郭太元 那 開到的潛力是東方特快車齁 所以呢 他用的是 金卡 哇塞 這張卡齁 各位可能 不會去買這一張 但是呢 在小賴來講齁 這張卡 哇 他把它帶上來先發 而且搭配了郭太元的特殊姿勢 好 一上來 我們來看到呢 青龍的先發陣容齁 來 這次要練很快齁 第一棒 左來一手 黃甘霖 老兵 第二棒 游擊手 羅國章 第三棒 右來一手 小破 劉富華 第四棒 二雷手 第五棒 左來一手 潘古熊 第六棒 一雷手 高國慶 第七棒 第七棒 楊松玄 第八棒 三雷手 張太三 第九棒 是補手 新星卡 顏文彥 這個是青龍 所排上來的一一統一絲的先發打線 那剛剛 黃甘霖這邊擠一個二壘方向的 感覺很像安打的球齁 但是被跳街 手臂 所解決掉了 追求 喔齁 TIME也急得很好 但是 小賴的一個 手臂齁 也是不錯齁 這個整個 都掌握住了齁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在一局上半 青龍三個球都打得不錯 但是三個球通通都找到了手臂員 所以在一局上半 青龍 無攻而反 三上三下 那一局下半 就來看到的是小賴的進攻 那青龍的部分 帶上的是同一絲隊 非常強悍的 先發投手阿草 草總 謝長亨 那擁有一個特殊的 球種是阿草 紫叉 好 那我們看到呢 20EU的國家代表隊的先發陣容 第一棒 主要野手阿基拉 曹用霖 但是剛剛被三陣 好 第二棒是 徵招 尤其手 13年陳庸基 紅卡等級 再來第三棒 欸 這不錯齁 老兵的一個 幼兒野手 公家隊的08年 火哥 張建民 那左雷手 放的是傳說卡 陳金鋒 二雷手是 蘇智傑 一雷手是 楊黛君 DH是 承接線 三雷手是 李宗賢 捕手 搭配的是 新星卡 宋 宇祥 所以呢 這一個 21EU代表隊的 青霸陣容 其實 算是非常的完整齁 好 但是在青龍齁 強力的 配球之下呢 在一局下半 小賴這邊 也沒有任何的攻勢齁 所以呢 在二局上 雙方呢 重新開始 好 那一開始的話呢 是 青龍的第四棒 B9 老闆 你的聲音有點像 吳宗憲耶 如果有吳宗憲這麼有錢 就好 好不好 好 那我看到 條件是 AW 有說 轉圈圈轉一轉 好像看主播 這個部分 其實 這個 自己的電腦的 一個 硬體 測試 有關 或者是一些網路的 上傳下載的 這個是有關係 所以呢 有些人看起來 就 沒有跑圈圈很順 所以呢 盡量去改善一些 自己看實況的 硬體或軟體 好不好 那實況主這邊 會盡量的滿足各位 下禮拜 我就會去把電腦更新 好不好 回到場上 哇賽 這一球 哇 青龍 剛剛的B9 有幾個二兩打 結果呢 現在潘五熊 馬上接練兩三打 堅持得點 而且剛剛這一球 竟然呢 沒有 左愛的手沒辦法去接到這一球 就讓 球滾到全打牆前喔 所以 青龍 在二局上班 就先持得點 這球又急得很漂亮 一個中左愛的方向 安打又穿越了一個 左愛的防線喔 所以呢 二壘的跑者又懷得分了 阿基拉 齁 接到這一球 回傳回來 跑者已經save 所以呢 剛剛的345棒齁 接連了急出安打 所以可以看到青龍齁 這個實力依舊阿 好 這邊做個犧牲觸襲 喔 但是捕手捕出去 沒有直接接到 而且反而讓楊松賢 變成一個 強 呃 這什麼叫犧牲短打的成功阿 反而變成沒有人出局 1 3類有人 哇賽 又輪到張泰3的進攻齁 所以呢 這個我看想齁 可能又要掉分啦 好 這邊投成了良好良壞 那我在想呢 青龍這邊還是主要是個選球 但是這一球 良好球 他想要做一個 偷點 結果呢 點成界外 哎呀 這就變成直接送他的一眼出局 好 這邊又發動倒雷了 好 所以呢 這是一個戰術的運用齁 這個戰術其實用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剛好投球 的郭太元齁 他的天氣是被嗑到的 好 所以呢 都是投一些慢速的變化球 好 這邊投點的被球 三陣掉了青龍的星星卡 好 那所以呢 目前 跑者還是停留在二三壘 但是輪回到第一棒 黃甘霖啦 老兵到一一統一師之後呢 可以來到速度極上 打擊跟守備齁 都是最上 那現在是不是要靠安打齁 才有辦法把比數增加 外角球 打出去 被一外野手火哥掌握住了 所以呢 這兩分沒有回來 好 二局下半 輪回到小賴的進攻齁 好 那在青龍 在二局上半 打了四三打 掀持得點 目前有2比0 好 看一下齁 這張陳金鋒的金卡 即將呢 成為歷史 好 因為呢 這個我相信 如果有玩全民打棒球的玩家們齁 都知道明天是改版的日子 那明天會出什麼 齁齁齁齁齁 黑卡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呢 小隻玩家 齁 可以呢 去交一廳 拍拍照啦 齁 然後呢 截截圖啦 齁 但是你要 買到黑卡 不好意思齁 money Show me the money ok 好 所以呢 剛剛陳金鋒 在中華隊的黑卡 打者就是出給 陳金鋒 好 到場上 蘇智傑 阿傑這時候呢 集出了 中阻礙方向安打 好 所以這是小賴在這場比賽的治安打齁 那接下來輪到是一類手 楊黛君 靠著一個14年 我們看到14年的 21U的組合隊加成 力量打擊速度都是加8 然後各位 手臂加9啊 這太強了 然後這邊 形成一個夾殺 因為是一個跑帶打 然後被三陣 然後呢 跑者就在這邊 你來我往 喔 這球 奧倒回壘不及喔 在一壘前被刺殺了 好 券舉 三局上半 輪回到青龍的進攻了 青龍呢 是從第二棒的游擊手 傳說卡 羅國章 這球打高了齁 變成一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被接殺了1out 好 投成了兩好兩壞 那這一球 可能就要做一個對決啦 欸 沒有 還是一個引誘性的 吸變齁 沒有吸到他 好 那現在變成 必須要投好球了 喔 但是這一球 擊到二壘方向 二壘手後退齁 接殺了這一球 這球 這球 Timing也打得不錯 但是呢 一樣被二壘手後退接殺了 好 三局 三局下半齁 現在輪回到 小賴的進攻 在游擊手承截線這邊呢 並沒有開到潛力 好 這球 打得不錯 中間方向的落地安打 這是小賴的第二隻安打齁 那接下來輪到是星星卡 補手啊 14年竟然把星星卡做到補手 這也是蠻厲害的齁 然後呢 等級五 兩完美 所以呢 只有加成齁 就是打擊變上 手臂變上 好 接下來輪到是Akira 中外野手 曹宥靈啊 其實我覺得曹宥靈真的是 打臉齁 很多這種酸民 然後呢 也真的用他的實力齁 在這個賽事來講 扮演得非常非常稱職的第一棒 短打 然後手臂也好 真的沒想到齁 他真的除了拍片之外 在他的棒球實力來講 真的是蠻厲害的 因為其實 這些21U的 國外的包含是韓國啦 日本啦 美國啊 欸 這些球員其實 球數也是都有到140、150耶 但是他還是打得非常不錯 所以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進軍職棒 好 回到場上 郭太元又被打安打了 好 級出安打是 潘伍雄 接下來輪到是高國慶 這邊發動一個倒壘 打出去 這是一個跑帶打 跑帶打 那二壘方向高彈跳 只能選擇傳一壘的 好 這邊叫個暫停 四局上半是換投手嗎 好 沒有錯 哇 小賴這邊 把捕手 星星卡換下去 換成是張敏勳 然後呢 在 中繼投手部分 換上是彭聖影 但是這邊一上來 被打一個 右外方向的 歐把 楊松璇 天氣被嗑到 可是這個級球タイミング 太漂亮 所以呢 直接呢 歐把啦 所以呢 帶有一分打點 然後呢 並且自己 靠著這個傳球上到二壘 那現在面臨的是張泰山 這球又對到了 UASO 陳進鋒 沒有鋪接 不敢 不要鋪這一球 所以呢 跑者停在三壘 那打者急速安打 上到一壘 哇 這球打高了 急到右半邊 那三壘的跑者 要挑戰火哥的臂力 哇 但是火哥這一球 他抓到了一壘的 跑者了 那 三壘這分回來算 那現在進行夾殺 OUT 好 所以剛剛這邊回來算 齁 在四局上半 青龍 再下兩分 所以目前4比0領先啦 我 尬 這個非常非常 外外面的 對方呢 竟然集的 台灣不錯 但是青龍手臂一等的 所以硬是鋪掉這一球 接連第二個球 也是左愛手解決掉了 那現在很快的來到了兩人出局 這球陳金鋒縮下去 但是奇怪怎麼一點都不深遠 好Change 需要抖 那接下來輪到五局上半 又是青龍的進攻 剛剛這個半局真快 這球左愛方向落地了 安打了 黃甘霖 甘霖老師集出來的 那現在呢在 臉包上有一個速度破百的選手 投起來呢 非常的有壓力 好 果然發動到雷了 而且這東西先打出去 尤其手 只能選擇傳一雷 OUT 完成刺殺 好 現在常常投球的是 同事贏 叫出暫停 會不會是又要換投手了哩 噢 換上這個髮型非常的啞皮 14年 他的新星卡 胡君虹 然後呢 等級是四等 然後兩完美 所以呢 這樣看起來有點弱啊 噢 這一球又被對到 接到中間方向 阿KIDA沒有辦法 接下來呢 只能擋下來喔 選擇傳二壘了 那跑者回來得分 五比雷 青龍在五局上半 就已經五比雷 這名又發動一個倒雷 好 這邊是 SAY 齁 這個 跑 捕手的傳球背力 感覺太弱了 這一球又打到一個 三不管定帶了 看來又要掉分了 六比雷 感覺有點像是 爸爸打小孩喔 目前青龍已經打了 十隻安打 小賴這邊呢 只有兩隻 好 現在呢 來到了兩出局 然後打者齁 是今天好不容易 有安打表現的 高國慶又發動倒雷了 欸 這球有機會 打成一個內野高彈跳 游擊手接到 哇 傳三壘 Nice play喔 這個選擇漂亮 這個選擇漂亮 這是一個操控性的 優良選擇 因為呢 一般人 接到球都會想要去按S 去殺一壘 但是 剛剛他有 Carry 他有掌握到 這個 Control到場上的狀況 所以剛剛的二壘的跑者 試圖要闖三壘 那他接到球之後游擊手選擇傳三壘 這個 給小賴一個嘉獎喔 這個一個傳球非常漂亮喔 所以呢 這個來到了三出局 那現在就 出 勸局 又融為到小賴 在五局下半進攻 這邊上來 推到阻礙方向 被阻礙手戒殺了 喔 這一球 黃甘霖吸不到 第三支安打出來了 是由 陽代軍所擊出來的 不知道這些 國家 代表隊的選手 自己有沒有在玩棒球 的線上遊戲 會不會哪一天 陽代軍用自己 陽代軍 哇 這一球 喔 千萬不要 這個小看青龍的二游跳階啊 他的跳階也是一等一的吼 只能說面對這些高手真的是要呢步步為贏啊 好 青龍的謝長亨喔 投了46個球 現在天氣是 對到的吼 所以呢 繼續投 哇 這一球 一個 HIGH FACEBALL掉到啦 揮棒落空 3奧都圈局 6局上半 風向喔 是一個逆漆啊 那現在是 青龍 他的 第七棒 DH 楊松賢 喔 這邊又 擊到了中間方向 曹佑寧撲下去 沒有辦法接到 所以呢 楊松賢今天有猛打賞 好 小賴這邊換上的是陰天 14年林子威 這邊發動一個倒壘 哇 Safe Safe 速度最上吼 還是呢 搶到了 喔 搶到了二壘 欸 這邊發動一個先出擊 捕手捕出去 Nice play 這個捕手非常漂亮吼 沒有讓這球形成落地 落地前他就把他接起來了 好 閻文彥 這一球擊到三壘方向 三壘手接到吼 把二壘跑者退回去之後 選擇傳一壘 完成了刺殺兩出局 喔 這球 直接打進了二壘的 手套裡面 Change啦 好 現在六局下半吼 青龍他的謝長亨 持續投球 但是呢 同桿已經放大了 投了將近快五十個球 喔 這球 哇 別球 這球沒有辦法跳到 哇 所以呢 球就滾過了 右外野手的防區啦 那這時候呢 上到二壘 是捕手 天氣對到的張敏勳 好 這時候 曹宥寧上來打擊 看有沒有辦法 先打回來 壘上這一位吼 但是這邊叫個暫停 可能青龍要換投手 換上是 一年 陰天 與 雪天 兩相宜的 高劍三 一分都不給啊 喔 這一球跳過了一壘防區 形成安打 曹宥寧在 這場比賽 擊出他的 個人的第一隻安打 那現在沒有人出局 一三內有人 有機會吼 看有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大局 好 現在打擊的是 陳庸基吼 他被 徵召到國家隊 兩好一壞 哇 這一球引誘到小賴出棒了 所以呢 揮棒落空被三陣 那接下來輪到的是 第三棒 火哥啊 看火哥有沒有辦法 喔 這邊發動到了 而且擊出安打 哇塞 這是一個跑帶打 那火哥呢 打回 小賴在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破蛋啦 目前6比1 好 接下來輪到的是 第四棒 中華隊的第四棒 陳金鋒 外角球推出去 又外球掌握住了 那二壘跑者 好 選擇闖三壘 那現在兩人出局 一三的友人喔 還是必須要靠安打 那現在打擊的是 二壘手 蘇智傑 外角拐進來 主神 說 try 好 同點被球 這球 強迫出棒 誒 4 ball 4 ball 這球在界外接到的 哇 又是一個高角度的 high face ball 掉到他啦 出之前 回棒落空 三陣 所以在六 六局下半 小賴只有追回一分啦 好 林子威呢 在21U的時候 表現非常非常好 所以靠著加成 可以來到四封線 然後訴求最上 好 阿張 羅國章 剛剛出擊的這一球 然後呢 擊到了二壘防須 但是這一球 timing不錯 可是 挑戰陳金鋒 Nice play 天氣對到 手背光超級大 訴求 飆了進來 兩好球 沒有壞球 哇 這球 點放喔 對青龍來講 要打到 不成問題 那剛剛呢 游擊手 Nice play 鋪到這一球 好 七局下半 變天了 這時候變成了晴天 所以呢 青龍換上他的新金卡 哎呦 只有兩完美 過五關 兩完美 一一年的夜復達 小夜 我一上來 不囉嗦 連續三個好球 直接把 他送回休息區 好 那現在呢 變成三類手 李 李中賢 這球打第一球 推到左外方向 被左外手 有接殺了 好 八局上半 青龍的進攻 那這時候風向 吼 是 吹向了 右半邊 那 叫了一個暫停 可能是 小賴這邊 要把林子威換下場了 換上 老皮 林一豪 喔 林一豪可以說在 21U 我感覺 投射是最好的一次 喔 所以林一豪 有個六球種 全開 好 哇 這個 Timing 機得不錯 但是 火哥 掌握住了 所以 形成了一人出局 這顆外角的紫紮球 青龍最喜歡的頭 這顆外角的紫紮球 青龍最喜歡的頭 但是呢 我也知道他喜歡頭哪裡 好 接下來 這 這 這個球員卡 楊松賢 看一下 關贈重點 有沒有辦法打真 踢 喔喔喔 這球 Timing不錯 但是呢 高起來 被曹佑寧 掌握住了 所以呢 沒有辦法 只有猛打賞 好 在八局下班 老天爺 要願意給小賴一個 機會 齁 也就是他整個 風向來講 是吹向右半邊 大順風 然後從 第九棒 張敏勳 好 開始打擊 好 這時候呢 青龍換上的是 王牌救援投手 林月平 大餅啦 在八局就提前上班 同點的配球 三顆球 Akira 站著被三陣 2out 好小賴這邊呢 把游擊手 跟DH 做了一個對調 所以DH現在是王伯龍 游擊手 承截線 那在青龍的 這個 救援投手 林月平 他有個第二天氣 也是陰天 所以能力值 欸 稍微有加一點 然後 並且有一個最佳狀態 好 所以上來 直接三陣掉了王伯龍 在九局上半 哇 這個時候小賴 頭痛啦 為什麼 一統一絲 最多的就是 陰天打線 從第一棒 一直到第五棒 都是陰天 那現在順風 這個球就飛得 飛轟得非常遠啦 張泰山 這球直接射在牆上 好 所以呢 沒有人出局 二壘 就攻佔了得點圈了 哇 這球又被擊到是中越來方向的安打了 昌泰山 靠著這個安打回來得分 7比1 再下一層 接下來 小賴的痛苦開始 因為呢 從第一棒開始 通通都是陰天啦 可說 可 可放 小賴 這時候 小賴 只能不斷的用 換投手了 但是這球又被掌握住啦 又被擊成安打了 所以 黃甘霖 老師 也上到了一壘 接下來又是陰天的羅國章 喔 這球猜到啦 球直接 槓 炸 烈 羅國章 把中繼投手 劉玉岩啦 哇 這是一個三分蛋 所以在九局上半 直接追四分啦 所以16隻安打 遙遙領先啦 各位在這場比賽喔 完全 把青龍強打的 實力 表露無疑 這球又對到了 火哥沒辦法接到 又擊出安打 一直接連的安打 喔齁這球又拆到了 但是 不是很深遠喔 所以曹宥寧 飛聲撲球大師 擋下這一球 有1out 接下來呢 還是天氣隊到的潘武雄 好我們在九局的部分 看一下雙方的資源喔 在中華隊部分 帶的是13年謝長亨 以及都是13年的卡片喔 王成浩 謝成勳 陳其風 然後呢 沒有用真人拉隊卡 欸 青龍也沒有用真人拉隊卡喔 好那 青龍的部分 帶的是13年的 總教練 陳蓮宏 然後呢 以及HD 羅國章 還有陳蓮宏 也是13年 然後呢 跑壘教練是 伊瑟優 這是呢 雙方帶的 職員的部分 好 剛剛呢 潘武雄也擊出安打了 好 所以呢 這個青龍天氣隊到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難纏啦 好 這時候不得不喔 小賴 派上 蘭卡的 投手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投手了 那蘭卡要來面對 高國慶 是不是有難度啊 好 雖然大幅領先喔 但是青龍還是認真的選球 這球又對高 框了一個中阻礙方向的安打 哇 看起來可能要掉兩分了 三壘的跑者回來得分 一壘的跑者 也尻過了 兩個壘包回來得分 12比1 哇 這已經算是口鬥啦 那現在呢 三壘 還有一個基本款 齁 就是剛剛擊出 三壘安打 然後這球 這球 接到游擊管區 游擊手接到 那三壘的跑者 不敢動 所以兩人出局 三壘有人 打一輪啦 剛剛也是從張泰山開始 整整打一輪 這球又掌握住了 球點在 陳吉豐的前面 撲下去啊 只能去拔草啦 再下一層 哇 青龍這場比賽 靠著天氣 靠他的打 打者 靠著順風 目前已經是領先了12分啦 好 這一球 有機會接到了 哇 終於結束這個漫長的漫局 九局上半 我們看一下青龍連得 7分 以13比1 目前大幅度的領先啦 好 陳吉豐這邊打到右外眼 還是被接到了 好 所以呢 目前 哇 這一球 林月平 直接卡特球塞到內角 被掌握住了 直接空城的全力打 凌去秋波 14年蘇智傑 擊退一個陽春蛋 所以呢 目前 欸 少輸1分 3比2 嗯 聊天室有亮點 小賴逆轉 你捐我2萬 小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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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不錯喔 小賴 加油加油加油 逆轉 你1萬我1萬 但是雖然現在是差 11分喔 喔 這就承接線縮下去 但是 中間方向被黃甘霖接到啦 所以呢 這場比賽青龍20之安打 大的小賴體悟完膚啊 13 比2 9局 結束了這場戰役齁 所以呢 7機 9局 好的 所以呢 我們就在這邊 公送小賴 希望他還能夠 繼續努力吼 那在青龍這邊 好 果然 各位 不枉費他 甲組 的一個 高手的資格吼 所以在這場比賽 20之安打 直接呢